據《北京青年報》的報導,近日,大陸有市民發現一條死瓶,飄到廣東汕頭的海岸,身體都有點像,好像隨時會爆。 汕頭農業農村局說,不用驚,網上說的瓶爆不會發生,他們已經封了現場,等到30日下午漲潮的時候,就會將瓶魚打撈上岸,再決定是做標本還是無海化處理。 網友拍了片給大家看,見到汕頭海邊一大堆石頭中間,有一條半紅的瓶魚屍體,很多網友都叫人不要靠近。 農業農村局的人員說,他們已經圍了現場,不讓人接觸,瓶魚在石頭中間,我們會看情況用船把他拉反水裡面,然後再打撈上來,看看是做標本還是無海化處理。 農業農村局的人員說,瓶爆至少要曬太陽,現在這裏沒有這樣的天氣,曬太陽會令瓶魚體內的氣體漲大,沒有曬太陽就沒有問題,當然放太陽也不行。 北京科學中心曾經寫過,瓶魚死了之後,免疫系統停止運作,細菌大量繁殖。 體內的器官組織開始腐爛,這些細菌會分解屍體裡面的蛋白質、脂肪等物質,產生很多腐敗氣體,例如甲原、氫流化物、安、二氧化碳等。 報道說,氣體越來越多,瓶魚屍體就越來越脹,脹到一個程度,體內壓力太大,就會衝破皮膚、爆炸。 那時候,就會見到內臟和血液四戰,瓶魚食得很多,死了之後,衛牆道裡面的食物和器官一起發酵腐爛,出來的腐敗氣體就特別多。 至於這條割淺的瓶魚怎麼辦?要看不同的情況,有些會解剖做標本,有些會將瓶魚拖返海裡面,幫牠們完成一場瓶落。 要解剖的瓶魚,解剖人員要全副武裝,戴防毒面具和防水服,才可以將屍體撕皮,化學處理,最後造成標本。 過程中,解剖人員要很小心,不小心就會面對瓶爆的風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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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